接下來我們來看一題非常重要的觀念題 各位可以在講一張前面打一個小小的星星 這是民國七色年聯考題 以前的聯考題考得其實比現在還要再怎麼樣還要再難 當然這個題目為什麼老師把它選做範例呢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用到了很多怎麼樣很多觀念 如果你能夠利用怎麼樣利用我們學到的觀念 這觀念非常的清楚紮實的話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出來 但如果這題觀念不清楚的話 其實你背公式你想要把數字帶進去算其實也很難 那我們先看一次題目 他說有一個開口容器裡面裝有氣體 質量是M0絕對溫度是T0 今天把溫度提高到T1 問你說該氣體溢出多少質量 假設這個容器外的溫度壓力一直維持不變 各位這原來的溫度T0後來把溫度提高到T1 問你說溢出去的質量到底有多少呢 你們覺得這個題目有一點面熟 各位這個老師在講義上選的這些範例呢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問題 那等於是怎麼樣 等於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那考試考出來的題目 其實多半都是這些範例的怎麼樣範例的變化 這個溫度提高溢出多少質量 這題目好像似曾相似對不對 各位那我們前面有做過一題民國66年年考的範例 各位還記得嗎 好來題目是什麼 題目是燒品裡面有氣體 壓力是一大七 溫度27度C 提高到127度C 對不對 好如果現在怎麼樣溢出瓶外的氣體 佔原來氣體的幾分之幾 當初這個題目呢 我們是給怎麼樣 給數字 可是現在民國七聖年年考題呢 這一題是給怎麼樣 給符號 不過呢 其實這兩題的概念其實怎麼樣 其實類似的 那我快速呢 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當初是怎麼做的 那如果你前面沒有看過這個題目的話 你前面把這題目跳過的話 最好回去呢 再仔細的這個聽一次 好這題目呢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很多地方大家會犯錯 好為什麼呢 溫度27度C 127度C 也就從300K提高到400K 那很多小朋友說 老師太簡單了嘛 對不對 溫度三分之四 對不對 體積就怎麼樣 體積就三分之四 如果墨速這個壓力怎麼樣 壓力固定的話 溫度三分之四 體積三分之四 體積三分之四V 扣掉原來的體積V 好 所以溢出去的體積是三分之一V 所以佔全部的多少 全部的三分之一 很好 共估 為什麼 好 我說過很多小朋友呢 答案會寫三分之一V 不對 那你這樣想 假設原來體積是V 好 你變三分之四V 我畫一個圖 後來體積是原來的三分之四倍 那溢出去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佔全部的 各位 溢出去的這個部分 是佔全部的多少 四分之一 你溢出去的體積是三分之一V 沒有錯 但是 其實後來的體積是三分之四V 所以你要多做一個動作 三分之一V 除以三分之四V 等於多少 等於四分之一 這個部分呢 這個我講的比較快 因為是複習 因為前面已經講過了 各位還有印象嗎 對不對 在這裡喚醒大家的記憶 所以這些範例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也教大家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做 你可以想說 好 我們剛剛是氣體膨脹 對不對 溢出瓶外的 就怎麼樣 就看全部的幾分之一 好 我也可以看怎麼樣 容器體積這麼大 好 到底剩下多少磨素 所以現在變成是壓力固定 好 這個怎麼樣 體積固定 如果溫度三分四倍 各位溫度如果三分四倍 磨素就剩四分之三 現在在這個容器裡面 如果你溫度提高 只剩原來四分之三 好你剩四分之三 那就表示溢出多少 溢出四分之一 一減四分之三 就是怎麼樣 就是四分之一 好 那所以呢 這個題目第一種方法也可以做 第二種方法也可以做 那似乎好像怎麼樣 好像利用這個方法來做 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方法 好 來做怎麼樣 來做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民國七十二年 這題聯考題 好 你快速看一次 這溫度T0 好 提高到怎麼樣 T1 來 各位 我現在就假設怎麼樣 假設P跟V固定 就是容器線怎麼樣 容器線固定 我現在看到底有多少墨數會剩下怎麼樣 剩下在這個容器裡面 溫度呢 變為原來的T0分之T1倍 好 像剛剛就是溫度變三分四 對不對 墨數剩四分之三 現在改符號 溫度呢 變T0分之T1倍 好 那墨數就剩下怎麼樣 剩下T1分之T0 那很多小朋友呢 看到這個符號 都會怎麼樣 都會害怕 那一開始 再怎麼樣 在第一章 我就給過大家一個概念 這我們算的時候 當然大家喜歡算數字 不過其實聯考題比較喜歡給怎麼樣 給符號 所以大家一定要脫離出怎麼樣 脫離出數字的概念 符號呢 也能夠算 所以溫度T0分之T1 墨數剩下T1分之T0 注意這是剩下來的 所以溺出去的 各位題目是算溺出去的 他問你說溺出去多少資料 好 所以你現在剩下T1分之T0 那這個怎麼樣 溺出去的就是1-T1分之T0 這是比例 好 剩下怎麼樣 剩下T1分之T0 溺出1-T1分之T0 那如果你要算質量的話 在乘上原來的質量 你用這個比例 乘上原來的質量 就可以算溺出去的質量 到底有多少 所以第一題呢 其實利用到 我們前面講過的範例的概念呢 好 我們可以把它做出來 好 所以這個題目等於是 前面數字題的文字版 好 這個符號版 好 所以這個大家仔細體會一下 等一下在講義上自己寫一次 不過呢 這一題其實重點 應該是擺在他的第二小題 跟第三小題的觀念 好 這個第二小題 他說 有一個氣球 質量是90公斤 它的容積是500立方公尺 那底部呢 有一個開口 通於大氣 那以便於呢 對這個球內的空氣呢 加熱 這種氣球俗稱叫熱氣球 好 假定怎麼樣 假定加熱的時候 球外的空氣 這個溫度 壓力呢 跟氣球的容積都不變 零度C一大氣壓 空氣的密度是1.3公斤 每立方公尺 好 這個時候球內的空氣 有多少公斤 那球外空氣 對這個空氣呢 所形成的空氣浮力呢 到底有多少公斤重 好 各位 這個題目其實怎麼樣 其實兩個小題 這個很簡單 第二小題的兩個小題 很簡單 為什麼呢 很多小朋友呢 看到題目的時候 都喜歡把問題 搞得很複雜 好 其實你要先了解這個題目 題目很簡單 他告訴你說 這個氣球體積多少 500 密度多少 每立方公尺 1.3公斤 你看 他就告訴你500立方公尺 那每立方公尺 1.3公斤 各位 他考你單位 對不對 現在1立方公尺 有1.3公斤 我有500立方公尺 現在有多少公斤 乘上去 對不對 所以答案怎麼樣 答案500乘以1.3 650公斤 算完了 球內的空氣 就是650公斤 對不對 好 問題出在於第二小題 那這個浮力到底有多少呢 這個球外的空氣所形成的浮力 到底有多少公斤重呢 好 各位 這就是一個觀念了 一個觀念的轉折 答案多少呢 答案就是650公斤重 算完了 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裡面的空氣是650公斤 它的浮力就是650公斤重呢 各位 回去呢 複習一下我們前面講到的浮力 我們那個時候呢有提到過一個浮力的概念 浮力 力 力當然回到怎麼樣 回到力學的基本做法 選擇適當的受力物 分析受力化出力圖 分析力造成何種結果 列方程式 我們前面有講到 你不管是水還是空氣都一樣 都是屬於流體 我們前面講流體力學 流體就包括怎麼樣 包括液體跟氣體 假設呢 我看水看空氣都沒有關係 我現在假設這是空氣 對不對 這是空氣 我現在就在這個空氣裡面呢 選一個範圍的空氣 好 這個範圍的空氣 選定一個適當的受力物 對不對 選擇適當的受力物 這一塊空氣受什麼力 第一 重力 第二 周圍空氣對它的接觸力 各位 這些周圍空氣對它的接觸力 就是俗稱的浮力 好 你告訴我 空氣裡面的這一塊空氣 有沒有動 沒有動 盡力平衡 所以 這空氣的重力 就等於怎麼樣 等於周圍空氣對它的浮力 所以我就證完了 浮力 就是怎麼樣 就是等於這一塊空氣的重量 浮力 就等於怎麼樣 就等於被取代掉 這個空氣的重量 所以空氣的重量 空氣的質量650公斤 它的怎麼樣 它的重量650公斤重 浮力就是650公斤重 所以這題目呢 只是靠大家一個觀念 裡面的空氣650公斤 它的浮力 就是650公斤重 解完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哇這聽起來很吃力 回去再複習一下 我們前面講的流體力學 那整個物理是一個整體 考試的時候都會把所有的概念 混合在一起考 所以前面學到的東西 你一定要徹底的去懂它 不然的話 考試怎麼樣 你看用到前面的概念 好這就掛了 好 接下來呢 這個第二題呢 觀念 接下來第三題呢 當然就融合第一題跟第二題了 他說呢 如果讓體重60公斤的人升空 則球內的空氣應該要足處多少公斤 這個時候球內的空氣應該要從零度 加熱到攝氏幾度呢 來各位 發揮大家的想像力 好 現在這裡有一個怎麼樣 有一個熱氣球 有60公斤的人 再加上90公斤的 這個氣球 你說氣球怎麼會是90公斤呢 題目講了 各位 氣球的皮 也有質量 這籃子也有質量 對不對 你加熱設備也有質量嘛 對不對 這個所謂的90公斤 就是這個氣球 對不對 氣球的皮 籃子 繩子 加熱裝置 點點點 這個質量 90公斤 現在呢 如果人的質量是什麼樣 人的質量60公斤 那你告訴我 空氣650公斤 這個氣球呢 這個90公斤 人60公斤 你的浮力只有650啊 這樣浮得上去嗎 當然是浮不上去啊 對不對 各位 你空氣就650公斤了 這個氣球90公斤 人又60公斤 你這樣子的浮力只有650 當然是浮不上去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怎麼樣才能夠讓這個熱氣球浮上去 好 你說老師把人丟掉 那我們做熱氣球幹嘛 對不對 那氣球把它丟掉 那就沒熱氣球了 對不對 人也不能丟 氣球 這個也不能丟 那你只能丟什麼意思啊 各位 這就是觀念的轉折了 人也不能丟 氣球也不能丟 那你只能丟空氣啊 對不對 你只能丟空氣 那空氣要丟多少 各位 第三題問你說 這個時候空氣應該要足出多少呢 各位 很簡單嘛 你現在有人了嘛 這有氣球了嘛 原來空氣不是650公斤嗎 可是你的浮力就650啊 你不能丟人 你不能夠丟氣球 那你只能丟空氣 你就要把怎麼樣 你就要把 人的這個質量的部分 跟這個氣球質量的部分 這個150公斤的空氣把它丟出去嘛 各位 你現在就是要把它丟 丟空氣啊 怎麼丟 很簡單 靠加熱啊 你就加熱嗎 裡面的氣體就怎麼樣 就跑掉啊 對不對 就跑掉啊 跑掉150公斤 怎麼樣 150公斤的這個空氣 這樣子怎麼樣 這樣子空氣呢 就怎麼樣 就比較少啦 那再加上90公斤的氣球 60公斤 剛好跟怎麼樣 剛好跟浮力650相等 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只是一個觀念的轉折 好 他不是要考你怎麼樣 考你怎麼複雜的 這什麼 什麼特殊的計畫 沒有 他就是一個觀念的轉折 好 現在問題是 怎麼丟掉150公斤的空氣 怎麼丟掉150公斤的空氣 各位這題目 教授很好心 他在引導你 因為在第一小題 各位我們一開始看了第一小題 裡面就有 他說如果從T0提高到T1 溢出多少質量 我們現在不是要丟掉150公斤的空氣嗎 所以要溢出這麼多質量啊 對不對 M0乘上 這個括號E減掉T1跟T0 所以我們把這個題目呢 這個小小的結果帶到怎麼樣 帶到最後一個問題來 你要丟150啊 你原來是650啊 所以1減掉273加T分之273 然後這個數學運算 當然就花一點時間 T可以解出來 可是這個題目我想難 並不是難在於這個數學運算本身 而是難就難在於第一個 你能不能體會什麼叫福利 對不對 那再來呢 人不能丟空氣這個氣球呢 也不能丟 那你只能丟空氣啊 你要丟多少空氣 就是要丟掉60公斤加90公斤 就是要丟掉150公斤的空氣 然後這空氣怎麼丟 第一小題叫做好心 他就引導你 利用第一小題的結果來算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這個題目呢 大家仔細的這個想清楚 裡面的計算呢 也許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想這個物理嘛 重點是擺到觀念 而不是在這個計算的這個本身 所以這裡面有1233個小題 我希望你仔細的想清楚 仔細的想清楚 裡面關聯的部分 不懂的部分 好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我們前面講的流體力學 好也可以再重新呢 再回來看影片的解說